对于侯友宜来说 侯友宜现在的民调 到底是天花板还是楼地板 如果是楼地板就很可怕了 楼地板不是不见得往上 我听过金融界就讲 地板架下面有地狱架 地狱架下面还要分 一层地狱跟十八层地狱 你不要以为地板架就不会往下掉 还是有可能往下掉 所以侯友宜现在大课题是什么 要解决中间选民对他落跑的疑虑 还有一个解决森兰对他的疑虑 我想问两件事 第一个余将军你对于申兰是最了解的 申兰对于侯友宜的评价到底是怎样 第二件事情 听说韩国瑜跟侯友宜 两个韩是绝对不会挺侯的是不是 侯挺过韩吗 没有 对嘛 韩国瑜在板桥运动场造势 距离新北市政府就是三分钟的车程 侯友宜都没有出息 那个时候侯友宜就讲宪政优先 个人做好自己的事 对市政优先 他就讲 所以侯友宜没有挺过韩国瑜 韩国瑜对于侯友宜来讲 仅限于同党同志而已 就这么简单 同党同志 所以说韩国瑜对于侯友宜的想法呢 这共同表现出申兰的一个恐惧感 绝对不能培养出第二个李登辉 我跟你讲真的申兰 当年听了宋楚瑜的话 让整个国民党的大权放到李登辉身上 当了12年的总统 这对很多申兰的人讲叫心中永远的痛 所以其实国民党内部对于本省还是有疑虑的 什么叫疑虑 怎么可以让本省人掌权呢 这当然是如此啊 当然国民党产生的总统候选人 他一定要有足够的外省代表性 即使你是本省人 也不能是像李登辉这样的本省人 有必要这样吗 这不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 都21世纪了 他只能这样 他只能这样 否则他没有办法去统合住 整个申兰里面的支持度 那你说申兰有什么大 申兰不大 但是要捣蛋你很容易 对 所以我说这一次 坏事有余 对 我觉得现在这个 这个这个 吴敦义一定很羡慕朱立伦 为什么羡慕朱立伦呢 吴敦义所面临的事情 比朱立伦现在面临的事情难处理多了 当时吴敦义面临的是一个韩国瑜 他是极具申兰声量 还有韩国瑜很会搞笑 瑜医声 所以说诸那个 那时候韩国瑜太强了 很会搞笑 我们每天都要看韩国瑜的新闻 对 那时候只有小弟我有粉丝对抗韩牛 新闻太多了 所以说当时吴敦义要处理韩国瑜的事情 而且最主要是 当时这个吴敦义心里面那个选总统的石头没有放下 他还想要 心有挂爱 对 那现在朱立伦呢 他比吴敦义好处 第一个 他面临的是侯友宜而不是韩国瑜 第二个 现在朱立伦年纪比当时的这个 吴敦义年轻太多了 年轻15岁 对 年纪是站在朱立伦这一边的 所以朱立伦现在做法是说 我宁可顺着大家的支持度 所以他为什么讲 他不是讲汇集蓝营的力量 非绿力量 对 他是要汇集非绿力量 白货其他颜色都欢迎 对 你想想看 能够汇集非绿力量的人是谁 侯友宜行吗 侯友宜连蓝都汇集不了了 还非绿 你要侯友宜去统治 去掌握深蓝 深蓝不会支持他的 因为他变成第二个李登辉 怕死了 变成第二个王近平 怕死了 那可是呢 谁可以掌握朱立伦口中 所谓的非绿力量 郭台铭 所以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啦 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 就是其实朱立伦心中的想法 就是说 这一次我用非绿力量 来做一个king maker 如果赢了 我发光发热 我是king maker 如果输了 打破不赔 因为我尽力了 因为三十一阵大牢里面 朱立伦是最早跟郭台铭友善的 是是是是